好 阿德也一起下了南部吗 真的是自导自演了吗 整起的案件侦办方向 已经不排除是绑架勒书案 以外的其他可能性 那不管是哪一种 李爸爸最关心的 还是他儿子人是不是安全的 没多久勒书电话又打进来了 这次对方开口要40万 但是警方提醒李爸爸 你不能够再汇款了 除非我们能够先确认 人局是平安的 我没想到后来 代徒就没有再打电话来了 这边断线之后 警方手上的线索只剩下 这四次代徒提理书款的 监视器画面 把它拿出来 一看再看 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呢 糟糕 恐怕是被骗了 为什么呢 仔细看看 这四次来领钱的人 恐怕根本不是阿德 那为什么李爸爸他会认错呢 因为不管是从穿着打扮 或者是在镜头前 那个挥眼镜的那些动作 似乎都是歹徒刻意模仿阿德 那目的就是要警方 以为来领钱的人就是阿德 要误导整个侦办的方向 后来才发现 领钱的人其实分别是 当年十九岁的张青松 还有十八岁的蔡启昌 而这两个年轻人 他们跟阿德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奴州警方侦办鲁人勒赎案 侦办方向从一开始的绑架取熟 再到自导自研的假绑架案 到底真相是什么呢 案件承办人黄启彰说 案发后他们就在李家装设了监听设备 要掌控每一通歹徒打的电话 歹徒再次来电 要求再会四十万 并且将后面的围盘补齐 但是对家属跟警方来说 附属款能换得孩子平安 家属一定付 但现阶段连阿德的声音都没听到 纵使心中再担心 也不能让歹徒欲屈欲求 也不可以说 我们这样傻傻的附属款 结果孩子的安慰怎么样 我们都不知道 就在家属跟歹徒周旋之际 警方同步钓鱼了张青松 跟蔡启昌的通年 却发现他们往南部去了 瞧的是他们往南的足迹 跟歹徒取款的途径几乎吻合 根据张青松跟蔡启昌的 基地台移动位置 9月13号他们人在台北 9月14号他们人在嘉义 9月15号他们人在高雄 然后往花莲台东前进 仔细比对9月13号到9月15号 这三天 带徒取款的路线 跟张青松他们移动的方向 一模一样 我还记得我跟专业小组成员们 就开着真房车 去嘉义调他们的批款录影 又追到高雄 在那个年代我们只能够被动着 他连到哪里 我们追到哪里 试图说慢慢拼凑出歹徒的身形 后来逐渐确定歹徒 就是张青松跟蔡启昌 他们每个去连的 都没变中了 就开始可能就是戴个鸭舌帽 或者是戴个口罩这样子 案子办到这里 打电话恐吓要钱 拿着阿德提款卡的人 就是张青松跟蔡启昌 在此同时 专业小组也找到了一名正姓少年 他跟阿德是国小同学 而这个正姓少年 平时也都会跟张青松他们混在一起 然后当时就只有一个正姓少年 也是这个案子的关键有在家 然后我们在搜索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最关键的点 正姓少年他可能觉得良心不安 他写一张字条 一张字条上头写了什么 让警方如此重视 我说爸妈 假如说有一天我出事的话 就是张青松 蔡启昌 他们两个人做的 跟警察提供这个方向就好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不自杀声明 是什么样的惊恐 会让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吓到写下这样的声明呢 他在怕什么 后来他才说 在八月底的时候 张青松曾经提出绑票 但是他觉得说这是一个天大的案子 所以说他曾经中午想要试图退出 后来担心说那我退出了 接下来会不会灭口 他越想越怕 他就有一天在自己的书桌 写下这样字条 正姓少年口中的绑架案 指的就是要绑阿德吗 陆桌警方顺藤摸瓜办了一个多礼拜 连判张青松 蔡启昌 应该就是鲁人勒书案的主谋 但是还是有很多不确定 还没理清 第一个 警方不知道几个人 第二个 警方不知道 李西少年还在不在 是不是跟着他们一起出去 还是说他另外压在别的地方 太多的不确定 警方不敢打草惊蛇 但看着这一伙人的路线 走了大半个台湾 专小组知道他们快回台北了 当时我们发现他 嘉义 高雄 屏东 台东 花莲 我们就知道说 战子快破了 他们快回来了 因为他只拿到十万块的书金 对 就嫌花完了 然后被害的爸爸又一直不愿意 会嫌进来 那三天里面就是随时枪都带着 随时准备要营救人子 我记得我那八九天里面 只洗过两次澡 只回过家里一次 没有躺过床 趴在桌上等李爸爸 再跟我联络说 逮头就打电话来了 我们要马上再追 然后九月二十号的凌晨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小队长跟我说 他们人已经回来台北了 我们掌握到他手机 就在五谷的一家汽车旅馆 接获了刑事组他们那边 专案人员的通知 就急起很紧密 清晨五点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进行火小突击 我们当时进驻的时候 六个男男女女 他那个汽车旅馆是属于 类似那种小妹妹那种 神经是很惶恐的 突然警察知道了冲进来 那少年是吓得哭啊 一打群警察就跑进来 可是我们比他更紧张啊 整个房间仔细搜索 点一点人头 张庆松蔡起床 蔡起床的女友 这些人统统都在 就是少了一个 我们一直要找到理性少年 可是理性少年毕竟都不在现场 张庆松他很镇静 他说你们讲什么我不知道 阿德是谁 我跟他没有什么联络 我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你们不用吓我 眼前的张庆松一点镇静 尽管警方从他们身上 找到了阿德的提款卡 但面对询问 张庆松都可以说不知情 不过一旁的蔡起床就是同了 他起床在我们看来 他是一个比较懦弱 他比较胆小 比较容易突破心晃的一个人 我们人的人的 他说 他到底在哪里 就被他们做掉了 我们一开始还觉得说 他是不是在乱讲 说你确定喔 你不要乱讲喔 他说真的 真的丢到淡水盒了 不信等一下 我就可以带你们去捞食谱 当下我们就马上去巴黎的渡船头 果然看到 蓝色的塑胶筒 在岸边载不载成 阿德真的就在那个蓝色塑胶筒里面 巴黎当地的渔民说 这个地方是出海口 只要是飘在河面上面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 应该早就飘出去了 但奇怪的是 这个塑胶筒在这边已经飘了十天了 就是没有飘出去 更奇怪的是 当警方带着张青松 还有蔡启昌 两个人回到现场的时候 这个塑胶筒 竟然还往岸边慢慢地飘过来 而且当时是在退潮 最后这个塑胶筒 就搁浅在河床上 当年的承办检察官侯千锡 他回想起 当这个筒子被打开时 他的震撼 经过了香烟 发现 真的是阿德 而竟然是活生生地 他被放进了这个桶子 然后在残忍地灌满了水泥 丢进了淡水河 而凶手竟然是一群 年纪不到二十岁的同学 还有 炎热的九月 空气中夹带着浓浓的海水味 尽管才上午八点多 但是天气已经很热了 大批警弟会在巴黎 这一处渡船头 试图要把合理的蓝色塑胶桶给打牢上岸 过去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淡水河陆下退潮了 说的奇怪 那边的渔民是说 这个塑胶桶 已经在这边飘了十天了 照理讲的话 在这一边的任何一些废弃物 只要长草的话 沿着淡水河飘出去出埃口 为什么这个箱子在这里飘了十天了 怎么都飘不出去 这个桶子你们看在哪里 一个百 桶子我们家都去桌布了 没什么疲借的 我一看那些人 还要拿到它用 结果拿不上岸了 按照张庆松蔡启称的说法 他们杀害阿德后 就把人装在桶子里丢弃 当时主跑巴黎桶栓的记者翁世衡说 他永远记得 原本还在河面上再浮再沉的桶子 却还张庆松蔡启昌到场时 慢慢地飘向岸壁 那你也看到说 基本上这个是九点钟的时间 这差不多快十点的时候 那个时候潮水 基本上还没有退 准备要退潮了 但是潮水还散 那这个是完全退潮的 那个时候桶子就已经从 河中心往岸边这边 就是堤防这边这样 然后整个退完潮之后 就桶子就卡在这个位置 这是当时翁世衡拍下的照片 看得出来他刚抵达现场时 蓝色桶子确实还在横面上 下一幕再看到桶子 桶子已经飘到码头边了 当时候正方退潮 早上八点多的时候 其实他那桶子 其实还不是在码头边 对 还在河中心 慢慢慢慢进来 就很奇怪 真的是早上真的很奇怪 不论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 专小组将蓝色桶子拉了上来 现在只要打开桶子 就可以确认张庆松 他们有没有讲老实话 我还印象中当时水桶 从淡水盒撈出来的样子 桶子上来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很震撼 我觉得说尸体是在里面吗 当年任职市林地检署 主任检察官的侯千姬 35年的检察官资历 争败过许多重大提案 但是当年从淡水盒 撈起的那一个蓝色桶子 至今仍刻印在他的脑海中 那时候我心里已经想法说 这么小的桶子 怎么把一个人塞得进去 刺耳的电锯声 取代了海潮声 在巴黎这个小渔村 显得格外突兀 招救人员小心翼翼地 打开塑胶桶 打开的瞬间 先从桶盖子的位置 先把它拨开来 那盖子一拨开来的时候 那个石头位就很重了 就发现里面上面的尸体 弓在里面 我记得当时是拿那个枣子 跟囊头敲了半个小时 把他身上的一些水泥 慢慢拨开 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吧 看起来的眼睛 好 来 请我牵起来 好 李妈妈哭倒在地 他急着要看看孩子 却被远景拦了下来 因为远景们知道 眼前的这一幕 对李妈妈来说 太残忍了 当时他妈妈也是哭得断魂 当场我们去办案的 看得也难过 那一个小孩子 身高不过一百五十公分 那经过 灌了水泥以后 泡了水 那其实我在当主任 检察官之前 我也参与过很多香烟的案子 那香烟的案子 当然杀人案也蛮多的 那气势现场 有时候很可怕 很血淋淋 可是为什么这件事情 这么震撼 是因为我这样子 当场看着 我必须把水泥挖开 才能把尸体拿出来 香烟 而且是扭曲在里面 即便说我当初 我已经当了十几年的检察官 我还会对那一幕感觉到 很难过 很震惊 连检警看了都不舍得心童画面 家属怎么承受得了 他们急着要找凶手 要凶手说清楚 为什么要夺走他们的性感宝贝 家属跟巴黎在地相亲气的包围警车 在警车里的张青松 他戴着安全帽 头低到不能再低 我带他们过去的时候 张青少年不敢下车 大概那时候已经围很多人 大概也会怕被打吧 好可怕 黎爸爸跟黎妈妈陪着宝贝儿子 来到了解剖室 看着儿子被层层水泥包裹住 尽管心如刀割 夫妻俩只能坐在解剖室外头 静静等候向勇哭泣 他们要弄清楚 孩子是怎么离开的 目前为止 我们因为他在解剖间店当中 我只能说他身上 并没有明显的外伤 那那个至于进一步的 明确的死亡原因 跟案情的经过 再等确定以后 再由本署的发言人 同一项都会说 却没想到等到的结果 让他们的心都水 更难过的是 后来发现说 他是活着被放进去的 他里面有沙袍进去胃里面 他解剖的时候胃里面都有沙 这些歹路啊 把我的小孩子长在里面 就像是我自己的小孩一样 台湾应该算是第一期 对 一个未成年少年 一个小孩子被杀害之后 水泥风势丢到河里面去 这的确是第一期 是要选择你同学下手 死者这么年轻 被放这么年轻 那我就觉得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两个十八岁的少年 会会同一些未成年的少年 去把一个国中生 用这方式去杀害 气死 平常玩在一起的朋友和同学 怎么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呢 根据警方的调查 这七个嫌犯当中 除了张庆松十九岁 蔡子昌十八岁之外 其他的五个人都还没成年 平常就跟着张庆松 把他当作老大 他们在巴黎渡船头附近 还有一间铁皮屋 当作是他们的秘密基地 不过就在案发前一个月 张庆松他手上没钱 他付不出房屋的租金了 没有想到 他不是寻求正当的管道 好好的脚踏实地去努力赚钱 他竟然起了坏念头 他想要绑架 巴黎湘的乡长儿子 因为这个乡长的儿子 刚好是阿德他的小学同学 所以这一群人 就想要透过阿德 去把乡长的儿子约出来 不过事实上 这个绑架计划 阿德他是从头到尾 完全被蒙在鼓里的 他以为 只是要帮忙介绍朋友认识 很单纯 但没有想到背后竟然是 这么可怕的绑架计划 他更没有想到的是 最后因为没有约成功 自己竟然反掉成了 绑架的这项 当时我也是一个 26岁的年轻心情 我也没有遇过这种 天大地大的案子 我记得很清楚 我跟李爸爸说人抓到了 可是在淡水河龙园 渡船头那边 发现了一个塑胶桶 里面装了一具尸体 这几个人说 那个可能就是阿德 当下李爸爸听到 我这样讲之后 他先待住一两秒 后来整个嚎啕大哭 他这个哭声 是我这二十几年来 一直挥之不去的梦魇 我永远记得他父亲 在我面前哭脸墙壁 喊着说怎么会安全 变成这样子 这是办案人员 感到最难过的事情 你今天一个绑票案 到后来你告诉家属 案子破了 但是人死掉了 而且你还是用 这种史无前例的 这种残忍说法 你为什么要想离去 等个目标的一项 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你有没有做 你到底有没有做 你说句话好不好 敢做敢当 为什么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 所有人都想知道答案 毕竟落往后的这伙人 前前后后七个人 除了张庆松 蔡启昌外 其他通通未成年 你看主名张庆聪 跟蔡启昌两个体型 是不是很魁梧 所以说为什么他们就是 等于是孩子王的那种概念 然后你看到正义上 你看注意上来 基本上这是一般的 我们看到的年轻人 一群小伙子通通没有前科 掳人私科的案子 他们怎么干 到底是为了什么 要了一条命 没想到再追问下去 却问出了一个可怕的 杀人计划 就是游手好险 然后靠着欺负弱小 由他们同伙 各自跟父母拿钱 来指引他们四处 乘群结党去游玩的开销 把张庆松认为是大哥 对 然后也年轻寄从这样子 他是后来是在家里附近 这间铁皮屋 然后就是融流这些小弟 在这边聚集成群结党 回问 这些人都拐了 这些人都拐了 那些人都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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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拐不拐了 拐不拐 拐不拐 巴黎渡船头旁边的铁皮屋 就是张庆松的秘密基地 如同警方形容的 回窝在这里的很多都是家庭托管的孩子 需要钱这么挤 是因为 那个张庆松他住的那间铁皮屋 在9月10号的时候就到期了 他没有钱缴住金额 他们又认为打工太累了 赚不了几块钱 他说假如说要偷要墙的话 得款的钱太少 而且也很容易被抓 所以想说卢渡船要钱会比较快 他们筹划了一个月 他们计划就是 保败拿出来先把存者跟金融卡拿到手 那接着再把他杀了 那接着再去骗被害人的家属 说被卢人了 所以你要交赎款 然后钱呢 就汇到这个被害人的账户 这样他们就可以去把这钱出来了 所以他连金融卡的密码都问好了 先杀人再要钱 这可怕的计划 逐渐在张青松跟蔡启昌的脑海里成行 他们锁定的目标 当时巴黎乡长的儿子张同学 他其实本来不是要找你 因为当初就是叫这个正姓少年 就透过你去把乡长的儿子约成 因为你跟这个乡长的儿子熟识 但是可能乡长的儿子家教比较严 就是一直约不出来 不知道他们的绑票计划 不知情的阿德 还以为只是要帮忙介绍乡长的儿子 给其他人认识 他更不知道自己最要好的国小同学 正姓少年 也是杀人计划中的共犯之一 然后因为约不出来 他们就想说怎么办 他们的整个计划一开始就没有要报首 只是对象是谁而已 所以说他们才临时改变目标 找看起来经济能力也不错的阿德 于是张轻松蔡起唱把目标转到了阿德身上 他们要正姓少年把阿德约出来 大家聊聊天打打撞球拉近彼此的关系 然后他就指败正姓少年跟朱姓少年 以他要打工老板说需要账户为理由 骗那个被害少年把提款卡跟村子部带出来 阿德没想那么多 他把提款卡跟密码都交了出来 却没想到这是张轻松他们设下的拳套 张轻松他们约束了阿德 一伙人说要到基隆和平岛去玩 原本以为的油气行程确实爆强破心 那时候他们本来是要在基隆和平岛 要用溺斃的方法把阿德故意把它溺死 和平岛对他带朋友去他们就没下手 他们就是一定要做到成功为止 所以说才会9月9号那天没有把他溺斃 9月10号干脆就又把他骗来他们的铁皮屋 前一天的失败没让张轻松打退堂鼓 这一天张轻松跟蔡启昌再约了阿德出来打撞球 结束后他们带着阿德回到了铁皮屋 当时候在屋内还有其他人 张轻松跟蔡启昌找了借口把人打发走后 要执行计划了 先叫他在房间等 在房间看电视 结果他们两个人就在外面 在那边敲刷 敲马头 这案子让我觉得最发指的是 在还没有杀人之前 他们已经两个人就在那边搬水泥 等于说他们先把水泥跟沙石搬好 当时我在想说 阿德知不知道这两个人在外面 在那边搬水是什么样的 那就是因为小朋友年纪很小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没有什么防忍事情 然后他也相信他们 因为也出去过几次嘛 包括去和平岛玩 包括去打球撞球 然后又是他朋友介绍的 所以他眼睛失去了戒备之心 他其实没有办法理解他说 原来就是他们正在计划 这么恐怖的事情 你有没有良心啊 你杀你同学耶 那不是我同学啊 那不是你同学是谁 然后我家里防手术 然后就从他背后勒 张青松的身材是非常崩嶺巨大的 他手背大概跟我大腿一样处 一个瘦小的孩子怎么见得起 然后他就昏了 然后脸色发黑了 然后他就认为他死了 张青松跟蔡启昌以为计划成功了 他们用蓝色塑胶筒跟水泥试图抹去一切 却没想到阿德还有一丝气息 我觉得他们没有给被害人 一失的生存机会 一开始他们就决定要这样子 把他勒死 灌水 最好是漂到外海永远找不到 那其实他们两个的讲话 是纯粹是他被发现 让他消息 对 就让他消息 永远的沉到战队里面 不要被发现 知道说这个童子 漂的时间 一直都在不翻头的马上 他就是购票出去 这也是很令人觉得蛮选的地方